如果不是那场误会 我早已经成为赵太太了 这是梅艳芳在谈到和赵文卓感情时 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而赵文卓呢 也在梅艳芳的葬礼上 送上了写有此生之爱 一路走好的花篮 无论是梅艳芳的那句话 还是赵文卓的八个字 我们都不难看出 两人分手后 也依然深爱着对方 那为什么两个人没有走到最后 又是什么原因 才导致两人的分手 赵文卓和梅艳芳的邂逅 离不开张国荣的帮助 1995年 赵文卓被邀请参加了 满汉全集的贺岁片 当时的张国荣很是照顾赵文卓 不仅教他念词对戏 还把他介绍给了 当时宏极一时的梅艳芳 那谁都没有想到啊 这样无心的介绍 竟然促成了梅艳芳和赵文卓的缘分 在香港发展的赵文卓 并没有多少朋友 所以当时的他呢 是极其渴望朋友的 对赵文卓来说 梅艳芳的出现 就如冬日里的一抹阳光 温暖了他的身形 还驱散了心中机遇许久的阴霾 这段感情的成功 少不了赵文卓的积极主动 当时的赵文卓呀 在训练结束后 也不会回家 而是跑去找梅艳芳聊天 两人也十分的投机 一来二去啊 就聊出了感情 之后呢 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这一年 梅艳芳31岁 赵文卓呢 23岁 两人虽然相差了8岁 但这段恋情 也得到了双方亲友的祝福和支持 甚至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当时两人是在年初 确定了双方的心意 便开始秘密交往 直到这一年的五月份 两人的恋情 才公之于众 当时的梅艳芳和赵文卓 去马来西亚度假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两人才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梅艳芳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 可谓是大姐大的存在 而赵文卓呢 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 两人在娱乐圈的地位和名气 差距巨大 所以很多网友都质疑 两人为什么会在一起 梅艳芳在一次采访中 谈及两人的相处 没想到报社故意曲解意思 看灯出来后呢 便成了 我很怕人的眼光啊 像看动物一样看着我 很难受 他不管的 他完全不想人家的想法 他喜欢去大排档 他知道我不能去 人这么多 他说 别怕 有我在 他还说呀 要去海洋公园 天 人更多 于是啊 许多网友都质疑两人的爱情 还谴责赵文卓不顾梅艳芳的感受 强迫拉着他到人群密集的地方 所以这段姐弟恋呢 在网友看来呀 是极其具有功力性质的 一时间 各种关于赵文卓的谩骂声 铺天而来 也因为这段话 赵文卓这顶吃软饭的帽子 似乎就被大家坐实了 面对这段谣言 赵文卓倍感压力 当时两人的相处是十分的低调 根本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 赵文卓为了出名 竟强行拉着梅艳芳出现在公众场合 作为一个东北大汉 吃软饭这件事情 就不可能在他身上出现 可是却没有太多人相信他 于是 赵文卓开始厌烦这种生活 以及工作状态 对工作活动都提不起精神 懈怠散漫的情绪随之而来 但是令网友感到奇怪的是 这段震惊圈内的恋情 竟然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可是两人到底因为什么分手 如今也不得而知 可是最令人遗憾的是 分手多年之后 两人在接受采访时 都说彼此曾经是自己的挚爱 2003年12月30日 梅艳芳在香港去世 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 2004年1月12日 作为梅艳芳的前任男友的赵文卓 也来参加了葬礼 还送来了一个花篮 上面赫然写着 此生挚爱一路走好 不仅包含了他此刻所有的感情 还有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 赵文卓曾在媒体面前称 梅艳芳是自己今生最爱的人 可媒体却称呢 当时梅艳芳在病重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他的前两人男友都前去探望过 而同样作为前男友的赵文卓呢 却没有去 事情的真相啊 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 其实当时的赵文卓也非常想去探望病重的梅艳芳 无奈呢 却遭到了梅艳芳的拒绝 当时梅艳芳依旧深爱着赵文卓 尽管两人早已分手 但是面对赵文卓的时候 他希望这个男人永远看到并记住自己最美的样子 可是梅艳芳因为病情啊 不得不做化疗 身材和容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时候的梅艳芳 怎么会允许赵文卓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模样 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啊 一举一动都被别人恶意揣测 所以不明真相的群众就认为 赵文卓是一个薄清寡义之人 这件事情呢 也给他的事业和生活带来了许多困扰 但是轻者自行 赵文卓始终没有向公众解释过什么 多年之后 两人那段惊天动地的恋情 再次被大家提及 赵文卓只是表示 有一些事发生 有一些误会 后来两人再见面的时候 也把这些说出来了 但那个时候 缘分已经尽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赵文卓始终没有说出两人分手的秘密 在这期间呢 即使他经历了事业低谷 但依旧没有拿出那个秘密来炒作 这也能看出赵文卓确实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2001年初 赵文卓开启了一段新的感情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赵文卓因为参加一个上海的饭局 认识了小他五岁的小莲 小莲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 在家庭浓厚的艺术气息里长大成人 小莲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 还弹的一首好钢琴 赵文卓和小莲在认识半年之后 两人却面临着突如其来的一国恋 当时的小莲在国外忙于学业 而赵文卓呢 投身于拍戏 热恋中的他们也是难熬相思之苦 所以小莲经常到剧组探班赵文卓 2001年10月份 赵文卓在拍摄大罪侠师意外受伤 这件事情被小莲知道后 每天都打电话询问状况 甚至是从加拿大坐飞机到剧组探望 当时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夸赞小莲 说他十分的贤惠文静 就连赵文卓也公开表示过 他非常懂我的心 2002年远在国外的小莲 为赵文卓生了一个孩子 本以为孩子的到来 会让两人的感情更加稳固 结果呢 却使这段感情结束得如此之快 据知情人爆料 当时小莲产前产后的情绪 都十分的不稳定 无奈之下呢 赵文卓只好把母子二人 从国外接回北京安置 还将自己的房子过户给了小莲 而自己呢 则是去剧组的酒店居住 两人最终也是以分手而结束 同年呢 赵文卓在拍摄《风云》期间 认识了蒋琴琴 两人一见钟情 可是却没有公开恋情 但是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 蒋琴琴无意间透露了 两人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 露水姻缘 并坦言道 我现在很怕谈恋爱 因为我一谈恋爱 就会全心投入 很容易受伤害 而跟剧组中合作对象拍拖 是属露水姻缘 更不敢尝试了 我试过一次 只20天就结束了 挨过梅艳芳 情段蒋琴琴 赵文卓很快遇到了自己的老婆 张丹璐在拍摄神医侠旅时 赵文卓邂适逅了张丹璐 当时呢 两人的互有好感 但是由于没有深入的了解 所以两人刚开始呢 就没有互表心意 甚至是在合作完的一段时间里 都没有联系 但是当时的张丹璐 十分喜欢赵文卓 担心表白会被拒绝的他 只好把这份喜欢 偷偷埋藏在心底 后来呀 两人再次在雪域迷城的剧组里边相遇 这一次的赵文卓呀 在剧内剧外 都对张丹璐关怀备知 对张丹璐来说呀 这一次的相遇 是难能可贵的机会 于是 在赵文卓的生日宴上 张丹璐送出了玫瑰花 还大胆表白赵文卓 虽然张丹璐比赵文卓小八岁 但是乐天活泼的张丹璐 给赵文卓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快乐 一直在演艺圈摸趴滚打的赵文卓 始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可是张丹璐的笑容呢 却十分感染他的内心 令他难得有利丝的放松 所以面对张丹璐的表白 赵文卓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甚至是在不久之后呢 就公布了恋情 但是张丹璐和赵文卓的恋情 依旧不被外界所看好 甚至是遭到了朋友的反对 一度认为啊 张丹璐就是想凭借赵文卓的知名度 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为了表明自己的想法 也为了不影响赵文卓的事业 张丹璐毅然决然的退出了娱乐圈 2006年呢 两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 张丹璐和赵文卓就有了爱情的结晶 有了女儿后的赵文卓呀 惊险铁骨柔情 还许下了要照顾母女二人 一生一世的承诺 结婚后的张丹璐为了赵文卓和孩子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成为了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甚至是对赵文卓原先的那些风流寨 张丹璐也能选择去包容和理解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啊 赵文卓并没有让他失望 外界对赵文卓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有人说呀 梅艳芳是他一生的挚爱 又有人说 他只是为了抱大腿做捷径 有人说呀 他近几年一直在演烂片 影片质量呢 大不如前 渐渐成为过去男演员 其数他拿得出手的作品啊 更多的 还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或许是已经经历过许多事情 赵文卓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想要拥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能尽量陪在家人的身边 不需要大富大贵 细水长流的普通生活 就是他的追求